我的论文就是 纳米时代的CMOS设计 真的吗 你看 微纳米 灯源环境 我那时候就知道 我的专业不会收留我 我们来看你滑滑板 你认识? 不认识 就读他的书给他的时候 《科学的历程》那本书 我大学时候看到的 他才31岁写出来的 我就想他真是天才 我学习的 我都不会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希腊思想基本的思想很单纯 也可以是很幼稚 他认为一个人懂得道理 你怎么可能犯错误呢 所以苏格拉里有个说法 所有人犯错误都是因为无知造成的 希腊人就这么幼稚 他不懂得有些人明知故犯的这个事 所以知乃人类获得幸福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 对吧 所以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这个意思 而那个也是科学的本质 科学的本质是求真 所以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 目标是把理白施清楚 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应用性的东西 但是后来就是 科学本身变了 刚刚看你在那个搞笑电视上 还不错 你讲的挺好 您别笑话我 看那巨大的大楼也像一个 巨大的机器 巨机器 巨型机器 Megang Machine 这个桃花吧 我都不认得 我听说桃树皮是很光滑的 根据这个皮 看它是不是桃 反正不是樱花了 山芸桃花 没什么樱花 您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 新的这种巨型机器 巨大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运动 没什么感觉 你看我将来做博物馆特别喜欢做什么呢 做那种就是说人能上手的机器 能看见它里面的细节和机制的东西 很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人是隔个这段时期的 中国人从算盘直接进化到电子计算机 对你说这种跳跃隔过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中国人在拿筷子使用算盘使用算筹 它是构建了一套身体和世界的交往方式 对 这个交往方式 它直接就过渡到手机界面 而这个界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界面 它不是真的界面 实际上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中国人的那种感知能力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平衡 可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可能性 我记得以前看了一个片子是讲阿拉伯女性的玩家 因为阿拉伯女人不是不让出门 受禁锢 但是电玩这个是可以的 给它一个解放 对 所以通过这个电子的虚拟的平台 阿拉伯的女性结果开发了很多 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些电玩类型 那这个我觉得这是 它等于创造了一个新的自由空间 对 就是人类这个自由是很难扼杀的嘛 它总是要创造这种新的东西 这个每一个具体里面 技术里面都可以深发出多样化的可能性 也可以深发出单调单一的可能性 是吧 所以比如说这个 就因为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呢 好像既是陈词烂调 但好像大家也从来没有说清楚 就是道理技术的本身 它里面有善恶的倾向 或者它是一个中性的 就是好像这个争论一直在进行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 过去呢我们关于技术呢有一些成见 最大的成见就是它工具的嘛 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 对 然后呢你也好人用来做好事 坏人做坏事 好像技术是无辜的一个东西一样的 这个呢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技术本身一旦使用 它会自己深发出一些逻辑来 那这个逻辑呢 你往往是很难抗拒的 电子通讯时代 早期是鼓励你去联络啊 开放啊 互动啊分享这些东西 但是它的后果加剧了人群的割裂 因为现代技术倾向于割裂 你现代技术是一个割裂技术 嗯 而整个 为什么就这个逻辑你是怎么 这个是电条是怎么发生的 它现在技术它 它是基于现代科学嘛 嗯 而现代科学前提是 假定世界是原子化的嘛 你不敢大的怎么样 我们切开了再看这个 所以都是切 切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 分类分类分类 嗯 所以它特别擅长把 给它分开 但是呢 你现在整合的 就很很麻烦 嗯 我们现在生活在散文时代 因为日子过得舒服嘛 嗯 你是衣食是无忧了 但是 整个创造的活力都在丧失 比如说像科学界 科学界已经看 已经快近半个世纪 没有激动人性的突破 嗯 相对论量子力学 到现在还是还是它 现在就是琳达税锹 做一点点有限的这个工作 比如说发明一个 什么新材料啊 嗯 那还是还在做 但是你现在你投入多少 你想 嗯 这个投入产出比是 编辑效益 日地减 整个科学界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那你想那个 一百年以前 那时候那 那那多过瘾呢 是吧 冥行备出 二郎郎税 嗯 那就是一代宗师 那家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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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放大了看呢 它其实是一个 也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世界性的问题 现在除了马斯克这些人 这个创造一些新的准宗教的这种追求之外 那人类还能有什么追求呢 嗯 因为那个在西方世界 基督教再不能够 呃 机器人们的这个激动 啊 上帝反正已经死了 或者是被谋杀了哈 整个这个世界本身不再散发着失忆的感性光辉 嗯 是吧 因为物质嘛都是 那所以唯一我们能够有所想象的就是外星人 所以我实际上是没想到居然什么三体啊 如此受到追捧 我还是挺大跌眼镜的 其实我这个思想在三十年以前我就讲过 我说这个外星人 呃 其实就是 传统社会的鬼啊 天使那些东西 都是一些操验的一些课题 操验课题 它其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只不过是不同的时期呢 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些操验的事物而已 人家过去说这个鬼一般的农村的出现 城市的很少出轨 农村的鬼比较多 那反过来说 外星人也一般出现在城市里 很少出现在乡村里 乡村里从来从来没见过外星人 因为人家有鬼在这呆着了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科幻这个东西怎么能够 这么高的地位 我是 科幻是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 所谓贫乏的一类文学作品 我这话没骂死鬼 可以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科幻呢 它是 就是它比较便利的使用一些科学元素 貌似好像更新奇一点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科幻色彩的电影 最终打动人的是它人性的一部分 东西 你科幻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那你说白了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 拆迁这个事的话 那谁看得懂阿凡达呀 嗯 它这是换个地方来重演地球上 这个拆迁的故事嘛 对吧 想象力的这个贫乏和欠缺 这当然是因为 呃 现在强势的科技带来的一些东西 费曼有一句名言 他说 一部科学史千言万语 就是三个字 原子论 嗯 那我们知道原子论是什么意思 原子论其实是 它是认为 我们 我们肉身所接触的世界 是虚幻的世界 比如说 坐我对面这一位 他其实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哈哈 这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 而且你所说的那个 那种 啊 微笑啊 这种风度啊 那那那都是虚幻的 那那不重要的东西 这是药啊 现在科学的基因里面就包含 米平天地这样一种气势嘛 我称为 物 上师物性 就是跟原子论的说法是一致的 通通都 消解成一堆 全同例子 全同例子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实际上导致现代人 他在 根上有很多迷思 你比方说 运动是什么东西 嗯 运动的意思是从 一个点走向另外一个点 但是问题是在现代物理学那里 这两个点是没有区分的 因为第一例子说 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是一回事 嗯 所以运动就是静止 静止就是运动 那么 理论第一例背后是什么东西 就是全同化 就是没有差异 全都一样 这隐防的后果是什么 隐防的后果就是 事实和价值的二分 人们再也不能从事实中推出价值 嗯 再也不能从世界观中推出价值观 因此我们突然面对这么一个宇宙 但其实从宇宙中我们得不到任何的慰藉 就是说 你面对这个无穷的宇宙 其实你是 你是由此深发不出 对你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们得想象出 对于无纲和常流 你必须要这个 对 雀巧啊 但是这个很困难 因为你相当于自我欺骗 你一般玩到大望远镜 看在那边的星云什么 你要告诉那是个神在那 你怎么可能做到呢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现在人的困境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创造很多日常的神话 所以创造成了我们的一个使力 对 它的传统社会的创造不是你的本分 你算老几你动不动创新呢 那现在呢 创新是你的职责 是你的存在基础 你的存在基础 你不创新你就丧失生活的意义了 因为世界本无意义 你通过你的创造来获得意义 你不创造 那你跟形式收入有什么区别 而古人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就现在那种焦虑和那种 它就来自这个地方 现在的焦虑是非常深刻的焦虑 可以说 这焦虑就是说 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哎呀 说起来大学我们真是 真是不幸的 我呢 上大学以前呢 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结果在大学的活生生的养成一个不良习惯 就是午觉 这怎么养成的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呢 北大有严格的午休制度 图书馆教室在午休时间是不开的 我呢 没有午休习惯的忙孩子想去自习是不可能的 你在宿舍 大家都睡觉 你就得跟着睡 就一直睡到现在 中午现在不睡觉 还觉得感觉一个什么事没干一样的 就是在那时候 比如来北京之前十几岁在老家 那时候你对未来人生有什么渴望啊 向往啊 我还是挺有理想的一个人 有人说天将降大人与私人与那个意思 当然我没怎么 就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点事情的感觉 我是很少有那种好像找一工作 踏踏实实的就过一辈子拉倒的那种感觉 好像是 实际上最后就是读书了好像 念书读书教书写书 就是一辈子就执政了 基本上不做踏踏 什么时候觉得踏踏自己要以科学史 包括科学哲学为踏踏此生的一个中心 其实硕士上就已经开始了 到硕士期间的时候才发现了 这个科学史这个学科好像还在中国还没开始 那你就有义务 有责任来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 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后来这个理想就很不容易实现了 所以以前有记者问我你的那个报复 我的报复现在越来越跌低了 跌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这辈子如果能把这个学科搞成正常学科就不错了 科学史的出现 它是因为科学做大之后 科学家人文学者互相不怎么买账 比方说理科生很傲慢 造成两种文化的冲突 所以人们觉得这不好 我们要搞统一 所以第一代科学史叫萨顿 他的一个名言就是新人文主义 就是要科学的人文主义 他觉得学科学史是大桥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就不一样 他不是说科学人文的桥梁 主要做中国古代科技史 双重背景 一个就是说中国近代落后 极贫极弱 需要从祖先的程度里面寻求安慰 另外一个 50年代中国被封锁 希望通过这个来突破 所以中国古代叫科技史 从来不叫科学史 对 它没法说 您自己什么时候清晰的意识到科学与技术不同 我们更清晰明确的意识到这些 90年代 我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的观念》 里面有一章是讲中国 就是说质疑李悦瑟问题 李悦瑟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 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 第二句话说 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两句话是配在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李悦瑟难题 主要是喜欢第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 我们听到挺舒服的 错的就是这句话 它其实自然种的进化过程中 有很多观念的步骤都是反常的 科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反常行为 为什么 科学性思维方式 它最大的一个观念的步骤就是发现了自然 发现自然什么意思 就是发现了事物自己 原始思维里面 最基本的思维是互胜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以前有个法国人类学家叫做列维布里沃尔 他考察过种原始民族 所有的原始民族 他的思想方式都是互渗透的渗透 就是万物普遍联系 那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人都是一个生态人 生态的存在者 给我们的周边环境都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正常的人都会认为我们跟周围是有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 现在水突然跳动一定是某些鬼神的作怪 假如现在此刻地动山摇 那就是中国话讲 那就是天道对人间产生愤怒 中国思想 它把互胜率做了精致化处理 精致化的版本就是天人合一 天地人三才 它是以某种人格化的方式来贯通的一种东西 只有希腊人第一次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说 物有其自身 这是挺惊天动地的一个说法 你比如说希腊人认为地球是个浮在水上的一个东西 像船似的 地震就是晃又晃又糟 所以这个船它自身有一个逻辑 这件事情后面就被希腊思想家给升华了 后来就突然一个所谓存在这个说法 这个病这个词就出来了 它其实说简单就是说 事物有自身就是第一定律 我就是我 你确认有我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始终的变化之中 这就是希腊思想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你承认有个自己之后 你就把不变分为最高的东西 而变反而成了一个 这个假象 这个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市场 中国思想比较喜欢无我 你说你有我 那你属于明文不化 所以中国思想对那些固定不变的东西 它是鄙视的 什么僵化 什么教条 中国人讲最高的是生生自为义 变着呢 有变就有希望 希腊人会认为 你那是假象知道吧 你把一个筷子插到水里去 筷子弯了没有 你看见是弯了 拿出来又直了 这怎么回事 就证明你看的那个弯肯定是个假象 所以希腊思想一旦承认事物有自身 自己之后 它就引发很多问题 它就要承认世界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表象 现象 甚至是假象 一部分才是背后本质的不变的那个东西 咱们打个比方 这个圆 有这个东西吗 你见过圆吗 我当然见过了 小孩脑袋都挺圆的 它真的很圆吗 那当然不圆了 也就是我们见过的所有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圆 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人类的知识是来自于你的经验的话 那请问你从来没见过圆的话 你怎么会有圆的概念呢 这就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人见过真正的圆 可是我们居然都能把这个东西叫成圆的 那柏拉图他就特别好解释了 说那是因为我们有圆的理念 然后我们才能把它定义成圆 我们才能说脑袋是圆的 才能说脑袋不够圆 才能说这个杯子口是圆的 或者不够圆 那是理念中的圆 那个圆它是根据概念定义出来的 这个事项非常深刻 通过概念 我们是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推出来的 就是用简单的element principle 来组建整个大全世界的丰富的多样 构成一套稳定的严格的固定的一些关系 这就是科学 所以万古不移的那些定理 那些公理 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废话 之前是一个纯粹好奇心的 更无用的 到了牛顿之后 突然科学变成一个利的象征了 这个转变到底是内在逻辑是怎么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我试着讲一讲 刚才我们看六分仪 天文学测量 它都有关系 所以近代科学它是有一个背景 就是征服世界 征服地球 扩展市场 只不过它一开始没有特别兑现 就是现代科学开始兑现是19世纪 但是这种变化的开始要追溯到中世纪晚期 中世纪我们知道它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第一次文艺复兴 学术复兴 在12、13世纪 基督教世界虚心的把希腊文明引进来了 标志就是两个 一个是大学出来的 西方大学有四大学院 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不说 还有一个意义学院 那意义学院是干嘛的呢 它相当于我们说的本科的概念 一个人要受高等教育 他必须先从本科读起 那本科读什么呢 本科就读希腊 甭管你将来是干什么 先从读希腊开始 所以大学是基督教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托马斯·阿克纳出现 就是用希腊的方式来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 是吧 就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 把希腊科学文明把它给接盘了 接过来 但是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既真从希腊文明 但是又保持一个批判态势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能光讲道理呢 要讲道理 那是不是说凡是众物一定要落地吗 那上帝都不能让一个众物往上飘吗 圣经就讲的那些奇迹一个都不合理了 所以人通过自己的纯粹理性还达不到绝对真理 他也同意要真理 但是真理最高的真理不是你那个理性 它是相对真理 绝对真理是那个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 基督教是把希腊人所构造的一个完美的理性结构 那个cosmos给它砸碎了重建 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不再认为树叶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我们认为就是一堆园子 或者清朝 或者我们做的沙发 在现代可以看来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 希腊人绝对是不能容许的 你竟然把马和羊都混在一起 你这怎么行呢 没听说两匹马能加两只羊这样的事情 在希腊是不允许的 在现代为什么允许呢 这就是关键的上帝在起作用 你们所有的差别在上帝那里是微不足道的 这个差别是不重要的 物就不再是物了 物就丢失了自己某种意义上 砸成一个全通例子 然后再来通过定律统一来控制 就是说现代科学那种所谓的通过方程的方式 通过定律的方式 对世界进行一个无远复界的密不透风的一个网 网障结构 它是通过上帝这个环节 先把你全砸碎再说 这就为现代科学革命准备到条件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一个交代一个背景 第二个要交代的是说 现代科学那种一定要变现 一定要变现这个思想来自于上帝的绝对意志 这个意志的存在 它是被基督教学者做了一个自我否定的一个东西造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上帝太牛了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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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到最后是什么后果 不可知的 所有的人都没办法真正的揣摩上帝的意志 其他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上帝能不能把一个信上帝的人也打到地域里去 当然可以 我真信了 你真信那是你以为你真信 在上帝眼中可能你就不是一个前信者 那如实看来得救有什么希望 得救没有希望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解体了 怎么办 让上帝退休 把他树枝高阁 让他成为太上皇 然后让人亲自的接纳他那个位置 让人自己做主 所以这就是文艺复兴 为什么讲人道主义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认为 人类此后的一切知识 都要根据人这个角度来重新降落 那么他有两个代理人 一个就是笛卡尔 一个就是培根 培根就讲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应该对人类有用的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化解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力量性科学这个模式从培根主义就讲出来了 对吧 笛卡尔它是另外一种方式讲 他讲我师故我在 所以近代科学它这个有用性 它是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 可用性已经灌输在里面去了 所以到了一旦实际成熟了 外部条件成熟了 19世纪就开始有用了 所以你看就是说 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这里面 它能够对事物自己 事物自身这个认识 按照我的理解 它其实是来自于自由民对自我这部分的认同 这一部分 培根斯德本人讲了好多次 他说什么叫自由的学问 就是只是为知识自身而言 来创造知识 这叫自由的学问 城邦制度垮了以后 那种学问就做不下去了 他没有办法的 那西方靠宗教延续希腊那种超功力动静 当然只不过那帮人形成了一股很奇特的这个学问 做学问的方式 是什么呢 可以使劲的思考和争吵 但是不要当真 你可以去思考地球动 这西方人看来地球怎么能动呢 为什么不能 地球已经到宇宙中心了 你还动什么 往哪动 按照冲走旅游率 你没有理由动 可是中世纪那帮人说 咱们上帝这么牛 难道让地球动一动就不行了吗 试一试 所以中世纪就有一帮人研究 地球动一动怎么样 所以中世纪有人构造地球动的方式 什么是自转和平行 都有人考虑过 它是没有功利的事 你才能假定所有的人是平等的意义上 要你来argue 来balance这个事 前几天我们读一个希腊科斯家讲的一个中西古代比较 一个东西比较他能看出来我们看不出来 他说中国人讲话古代 你注意到没有 他说中国人讲话都是讲给皇帝听的 主要是忽悠 你必须想办法让他理解听懂 他不是用平等对话 他是一种目标取向的功利取向的对话 你要说服皇帝 若父阴雨沸沸连月不开 怎么样 所以皇帝一听马上就不舒服了 是吧 中国古代那种叙事和那种 这也可以算是推理 那个推理在现在看来有理吗 为什么春和景明就能推出应该实行方针 而云与飞飞这个方针就不应该实行了 这道理在哪里 所以中国人喜欢打类比 打个比方 打个比喻 举个例子 穿三甲打动比较厉害 如果你血管堵塞了 那就服用一副穿三甲就可以了 或者你买不起穿三甲买点球 不出应也可以 打通一下 都是那个思路